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巧妙的地方就是当你浸了热水的时候门就会陆续打开 在每道门上面就会出现一些浮现了历史人物的样貌 现在慢慢加热了 开始慢慢浮现了 加热了就行了 很热 先倒点水 有14道门 有14个历史人物 全部这些人物都是一些当年的历史贡献良多的同志和自己人 其中包括什么呢 可以介绍一下 好 例如这位朋友 一看就知道 他就是当代的普普伍伟大的艺术家 他就是Andy Warhol 我们看看旁边 这位朋友就是英国的大文豪 他就是Oscar Wilde 也就是王尔德 而在上面这位朋友就是Queen里面的主音灵魂人物 已故的Freddie Mercury 看看下面 这位白头翁是何许人呢 其实大家很熟悉的 他就是很出名的俄罗斯伟大的作曲家和音乐家 他是柴奥夫斯基 大家会问 柴奥夫斯基 虽然名字里有个基字 都是基? 其实如果熟知他的历史 尤其是他很多私人信件已经公开了 所以在这些文献和私人信件里透露 其实这位朋友是当年被压抑下 是不敢出櫃的一位同志音乐家 虽然他曾经结过婚 但当年他之所以结婚和选择走上这个殖人物的道路 都是为了要掩藏自己真正的性倾向身份 好 再介绍一下 其实可以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就是Ellen Turing Ellen Turing 其实是英国很出名的一位数学家 而他的贡献除了在数学上 甚至在现代的所谓电脑运算上面 甚至有人称呼今时今日 就是Computer Science 可以特飞猛进是扮演这位朋友所持 所以他有另一个称号就是 现代的Computer Science师傅 而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Ellen Turing 成功是帮当时的盟军 解破了破解了德军的一些战士的密码 而二次大战能够可以在当时 盟军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可以击到德军 其实都是派这位朋友所持 但虽然他的贡献这么多 但其实他的下场是相当之惨淡 在近十年代的时候 英国政府是因为他的同性戀身份 于是拒控他甚至要收监 离开監獄之后 最终Ellen Turing 是选择服食山街自尽 所以一直 在英国也有很多人 希望可以帮Ellen Turing平反 直至2009年 当时Gordon Brown 执政的英国政府 正式向Ellen Turing 致业 很多历史人物 但我们发觉 为什么好像青色都是男人 有女人 看一看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就是古希纳的 一位很出色的女诗人 他就是Zepho 中文好像是沙芙 这位朋友当时写了一些 很抒情很优美的诗篇 而里面有很多都是歌众 女女的情谊 甚至是女女的情欲 而亦都是因为Zepho的出现 令到今时今日 女同志之所谓叫lesbian 亦都是八句所持 因为当时 Zepho的出生地 就是希纳一个很优美的小岛 而这个小岛就叫lesbo 而lesbian 就是出自lesbo 十四位的历史人物 十四位贡献良多的朋友 全部都是自己人 每一早当我拿着这杯 喝我第一口黑咖啡的时候 我都会谈记这群朋友 对我们的贡献 今时今日我们享有 较为宽松的自由 都是拜这些前人所致 他推开的不单只是 一道一道的衣柜门 甚至在这个这么封闭的世界里面 我们推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再次向这群伟大的 自己人同志致疑 Happy Valentine's Day Cheers